校园议题为了增进校园性别平等发展 也推动性别事件防治 国立台南大学这一次是特别携手花莲特殊教育学校 耗费大约半年的时间 建置出了一套VR实境校园危险地图 希望学生可以不用受到空间 以及行动能力的限制 就能够轻松探索校园环境 并且理解各个空间 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应变方法 为了增进校园性别平等发展 也推动性别事件防治 国立台南大学这次特别携手花莲特殊教育学校 耗费大约半年时间 建置出一套VR实境校园危险地图 对于身心障碍小朋友非常大的帮忙 他们使用了检疫的方式让孩子能了解 透过VR虚拟实境让孩子更能深刻地了解 校园每个空间的环境 当发生危险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如何能够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方 到安全的地方来求救 相信这一套系统 对所有特教学校及身心障碍的孩子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拿出手机对准QR Code进行扫描 就能轻松进到系统探索校园环境 以使用者角度出发 让同学们可以不受空间及行动能力限制 也能理解各个空间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变方式 108课纲之后呢 也以学生为使用 就是以学生为重心 所以在我们这个计划发展的时候 就开始希望说我们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 那站在学生的角度 其实也结合了CRC 就是儿童权力公约跟CRPD 我们的身影障碍者权力公约当中 就的这些理念 然后我们去建制 那至于VR这个部分会选择花特 是因为从我们那个平特开始进行空间实景的 一些照片的建制之后 那团队就有个发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比较不便 行动不便的学生 他如果说没有机会去走到这些角落 但是他也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认识校园 而这项计划 目前是以国教署管辖的14所特殊学校为主 这次第一站就来到花莲 特教学校也表示 将会把这套系统融入到平日的教学课程当中 并会在各项集会进行宣导 希望发挥最大效益 记者徐立晴 吉安相报导